不然讓民進黨一黨獨大 當然蔡總統也可能成為 超級大總統 是啊 尤其票數看得出來 真的是一面倒 你看六都全勝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到 新北 台中 高雄 都是南映執政 南映執政的國民黨也是 都是輸 全部大輸 新北 台中 高雄 共別又說如果是立委選戰的話 台南 高雄全壘打 民進黨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來看到 包括在這一次 我們有大概1931萬的選舉人 你可以發現其實 它其中的這個佔比來講 大概都是年輕人的比重 算是相對的高很多 從這個20歲到 拉到到 這邊20歲到39的話 這樣就有600多萬了 沒錯 這一塊 那麼20到23歲手投卓人數 118萬人 那麼所以其實 昨天的選票一開出來 我們就在互相開玩笑的時候 我說這個新的立法院 可能年齡層 應該降低個10歲對不對 你看什麼賴品瑜 這些都是年輕的 還有經濟黨成為 其中我們也要特別講什麼 洪孟凱 洪孟凱也代表說是什麼 國民黨裡面比較年輕的這一塊 你看他也選上了 代表說世代交替 給年輕人機會 也是有希望的 我們先看一下洪孟凱 針對於他這一次 他今天是謝票行程 他怎麼說 其實我想世代交替 在2018年 從很多的縣市議員 都是有優秀的年輕議員 這邊有接起來 然後並且當選 事實證明國民黨內部 不是沒有年輕人 也並不是沒有優秀的人才 只是在這一次的選戰當中 民眾沒有在選擇我們 所以我覺得 現在交替他當然是一個 強而有力的訴求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樣全黨上下 共同的面對我們現在的困境 並且檢討反省 然後趕快調整我們自己的路線 我覺得這一點 比任何的口號都還要來得重要 好 那麼另外就是 也是年輕世代同一天 在台北市我們看到這個 雙帥之戰 蒋萬安 吳怡農 那麼當然這個吳怡農 最後是輸給了蒋萬安 但是很多人說他雖敗有榮 我們來聽聽這個吳怡農 在今天也特別出來謝票了 好的 那麼像是吳怡農這邊 他是準備要出發掃街來謝票 謝賢在昨天有投票給他的支持者 而雖然他是已經落選了 但是有許多的支持者 都是立拱他出來選台北市長 而關於這個部分 吳怡農是怎麼說 來聽一下需要的訪問 我覺得敗選的人應該在隔天沒有資格談市長了 但是還是給我一點點時間沉澱一下 思考一下下一步具體要怎麼做 畢竟你如果昨天早上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跟你說我接下來四年在國會的一切計畫 那這事情其實變得非常的快 四個月前我連我在哪一個區選舉都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 拜託大家給我一點點時間 然後我會盡快跟大家報告我的下一步 好的 那麼吳怡農這一邊表示 由於自己是落選了 因此到底未來的規劃 他可能還要再想想 而要不要選市長 現在恐怕也是言之過早了 但是他也強調 像是他的壯闊台灣 是在幾年前他回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有的 並不是為了選戰營運而生 也因此這個壯闊台灣並不會而停止 他會再繼續想一下 該用什麼方式來繼續 來延續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在現場可以看到 有許多他的支持者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到的農夫 都非常的一路相挺的來這一邊 沿街的是跟他揮手拍照 就是很希望他可以再次出現在政壇上面 替大家而發聲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 將鏡頭還給彭內主播 我們看到這次有非常多的 一個這樣的現象 就是政壇新秀打敗了資深老江 是啊 尤其我們來看 因為20到23歲的手頭組 有118萬 我們稍微講一下 譬如說國民黨裡面 張啟臣 許舒嬅 蔣萬愛 洪孟凱都是比較中生代的 民進黨根本不用說 高家瑜 陳柏惟 賴品瑜 他們更年輕 超年輕 還不是說 創了最年輕的紀錄了 所以千萬才會說 這一次會不會立委 他的年齡層是有下降 代表說世代在交替 國民黨想要再重新執政的話 你趕快先認清這個現實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我們看到立法院 我想這個新的會期來講的話 應該是會讓大家覺得 煥然一新 有沒有 心血滿多的 真的 而且當然昨天的這個 區立委開票結果一出來 我想應該是眼鏡碎滿地吧 很多人已經說那個誰誰誰 那個誰誰誰 老將怎麼都沒有了 對 怎麼沒上 那個誰誰誰怎麼選得上 結果我們發現很多選上的 尤其是民進黨的 都是年輕極新的 而且他們都被講說是什麼 監困選區 所以到最後你知道 這個所謂的名單 都很後面 很後面才出來 尤其什麼賴品瑜 還有陳柏惟都是空降的 但是年輕人願意給他機會 紫哲你看到這樣民進黨 這樣給年輕人機會 是不是有點感慨 對 很汗眼 對國民黨而言真的很汗眼 其實剛才有特別講到 雙帥這一區 其實我也很密切的觀察 媒體也很關注 就蔣萬安跟吳怡農這個選區 後來我們的結論 大部分會認為說 蔣萬安贏得了支持度 但是吳怡農贏得了知名度 他因為這一役 把他的知名度大大的提升 當然也不要忘記 為什麼這一區特別重要 除了說是雙帥對決以外 坦白講他在某種程度 可能也是台北市長的前哨戰 因為我們知道萬安 因為他個人條件非常好 這一次他當然順利連任 可是在選前 民進黨也認為就是說 如果萬安如果連任的話 是不是未來有可能 是在台北市長潛在的 最大的競爭對手 所以你看幾乎是黨政 整個挹注到吳怡農那裡 你看蔡英文總統 好多次 對 黨政都去幫他加持 幫他助講等等 幾乎很多資源的譯入就是他 那當然還好 萬安還是守住了這個選舉 非常不容易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剛才特別有提到 譬如說包含賴炳瑜 陳柏惟等等 我跟他報告賴炳瑜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 投入選舉的嗎 9月份 他去年9月才投入選舉 換言之他四個月就選上了 麥克風架子 對 那個蟑螂頭髮 對 我要講的是說 包含陳柏惟 當然我也很意外 他竟然也選上了 好 我要講的是說 就對照國民黨 國民黨有沒有這樣的勇氣 坦白講為什麼 民進黨提名這一些人 譬如說賴炳瑜那一區 事實上當然 當初他們覺得 這個是艱困選區 包含陳柏惟 對上顏寬恆 他們也認為艱困選區 但我跟你講民進黨就敢 對 我要講的是這一點 你看他們在選戰策略上 我就給你空降一個 空降兩個 這個可能就年輕的 有戰鬥力的 他也許跟地方連結沒那麼深 可是我透過黨政的 高度的挹注 然後再加上媒體的渲染等等 我就是敢這樣做 我就是這個什麼 提名這樣的人選 他們就等於是有點騎兵策略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反觀國民黨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策略 過去或現在 有 有 我老實洪秀柱 70歲了 去最深綠的選區 就這麼簡單 這個什麼 洪主席當然他也是一個騎兵 沒有錯 我不會覺得他這一張是打錯的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即便 你大家想想看 即便賴品瑜或陳柏惟輸了 可是他們透過這樣的練兵一次 他們未來有可能 也是不管是 在捲土同來 沒錯 不管是選立委 對 沒錯 或者是選議員 或其他公職 一個什麼樣 已經培養出來 有基礎的底子的人 就是說這個也讓國民黨 要深刻檢討 我真的覺得 現在國民黨需要的是什麼 真的是大破大力 而且要大明大放 我們真的 我印象很深刻 大家記得嗎 2016年 國民黨敗選之後 在立法院有一群年輕世代的 江啟成 蔣萬安等等 這些青壯世代的立委 他們出來發表了一個宣言 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主題叫做說什麼 國民黨請聽我說 他們發表了一個 當然是希望黨要改革要什麼 如果這次再出來 已經不是國民黨請聽我說 是國民黨請跟著我做 不需要聽了 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這個黨的中間分子了 你們就是具有民意的基礎了 所以說我覺得黨的改革 真的刻不容緩 就是現在就是要去做了 對 民進黨很敢 他們大膽給年輕人機會 但是國民黨敢嗎 好 那麼看到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已經是一目了然了 就是世代要交替 那你國民黨應該醒一醒了吧 我覺得我講難聽一點 國民黨這次還真的 還真的感謝林敬儀 如果他沒有出來說那個 說那個什麼統一 什麼統一式叛國的話 國民黨可能調更多 你知道嗎 包括大安區林憶華 只贏那個謝佩芬贏不了多少 謝佩芬是個小女生 而且也是剛剛投入選戰的 重點是大安區 大安區 你知道還包括最深藍的新店 張明佑選的也不差 對 各位 國民黨雖然 雖然跟上一次比多兩席 可是很多席次都是非常接近 以前國民黨很多席次 都是躺著選的 這次不要說躺著選 你非著選可能都差 如果不是那麼 這些區都可能輸掉 這些是國民黨 以前從來不會輸的區 為什麼 Why 你跟我講為什麼 Why 每次檢討都每次什麼 剛剛是指著講說 國民黨請聽我說 我說國民黨很多回應是 你說什麼 我裝作沒聽到 上一次一二四選完之後 你說什麼不重要 問題是我想做總統 就這麼簡單 所以那個氛圍就完全 讓國民黨完全遭驚 就這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一二四 就是大贏那麼多以後到 昨天會輸這麼多 國民黨的壞習慣 如果不改的話 每次檢討都是同樣的事情 我看國民黨檢討幾十年了 每次檢討都同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所謂的終生代 將起成六十幾年次 他已經四十好幾了 我不是說年紀大 我說他算是國民黨的終生代 請問一下國民黨的年輕世代 在哪裡 你跟我講接班人在哪裡 沒有 沒有看到 為什麼沒有看到 有些人是被打壓的 我說話我負責 有些人要選取獎冒出頭 就被老將打壓 所以現在國民黨很多立委 包括很多什麼議員 都是老將 為什麼 他們只相信老將 問題 你相信老將的最後結果是 被年輕人唾棄 因為覺得你們就是這些人 然後就是沒辦法事代更進 就沒辦法了解 我們年輕人在想什麼 這次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國民黨 又是表面做做文章 然後改一改 又回歸到原來的原始狀況 真的以後沒有人 care國民黨存不存在 真的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不能一黨獨到 一黨獨到就絕對會造成專制 所以怎麼樣讓 在野的勢力能夠維繫 這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能夠維繫 嗯